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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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到400左右 就是这个价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 是还蛮划算的 如果你是想刚踏入YouTube 可是手机画质又不好 然后又不想花钱买 一个好的相机的话 我觉得我还蛮推荐你们这个手机 但是 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只有16GB的记忆体 就是16GB的容量 虽然它只有16GB的容量 但是你们只要装SD卡 你们就可以有一个 高容量又画质好的手机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刚当YouTube的话 手机画质又不好 这架手机是最好的选择 对我来讲 所以我们就来讲这些器材的用途吧 这个三脚架呢 大多数YouTuber买来 当然就是拿来稳定住你的手机 可能你们出去啊 还是跟朋友要挑战一些东西 还是要做什么做什么 你们可以把电话放在这一边 等一下 可以把电话放在这一边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拍拍拍拍拍拍拍 不知道拍什么就这样子稳定住而已 然后 稳定住了 过后 很多人就会来看你的影片 因为你的镜头不会抖嘛 所以会比较多人来看你的影片 因为可能像现在 一些人可能没有三脚架这些东西啦 他们都会叫另外一个人就这样子 帮他们拍摄,然后他们去坐那边 这样子拍摄 可是 肯定是有一点晃的嘛 对不对 就可能 人家看了一下会退出 可是 不一定有三脚架 人家会看你的影片 你知道吗 这个是最重点的 就是你影片的东西要好了 然后呢 这一个 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东西了 可能 如果大多数很喜欢拍Vlog的 但是 他的手机又没有广角镜 他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了 用到这个 广角镜 嘿嘿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广角镜到底是怎样的 这个呢 就是有放广角镜的 是不是 你们会看到 比刚才那个四周围还广 就是这样子 真的是很广 我就会比较喜欢 帮你它这样子 这样子 来拍东西 因为 如果你在这个广角镜这样拍东西的话 它就是一个自然的防守 你们知道吗 它就是比较不会 晃 所以 如果我觉得 带这个鱼远出去 拍Vlog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 真的是很方便 很方便 你的镜头又不用这样拿圆圆 你们这样 拿一个啊 就是我的手刚才就是 其实这么短而已 我就可以拍到我的张链 而且还可以拍到我后面 有哪些东西 不是很爽 我觉得 有鱼远跟苗鱼远真的是差别很多 现在呢 我就是到外面 是不是很大 什么地方都看不到 是不是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们看 我现在脱掉那个鱼远给你们看到底是怎样的 看啊 看这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 是不是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 有鱼远跟没有鱼远的差别 真的是很大 你们看现在可能会比较多 刚才我装鱼远处是不会多 我还装着鱼远处呢 现在都不会多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补光灯 刚才补光灯我介绍了就是 可能啦 你在晚上的时候要拍东西啦 可是 我觉得晚上 你出去外面拍东西 你也不会特地带一个补光灯吧 你可能就会用 后面那个 后面的 那个 手电筒就可以拍了嘛 但是 如果真的你要在一个非常非常暗的 可是 又要一个很强的灯 这个最适合 因为这个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它可以很亮 比这个叻 比手机还亮了 你看 我这样子看真的是比手机亮 你们看不出 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所以影片就大概 可能到这边了啦 这个影片真的是 我也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 所以就不要关键 记得订阅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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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za яж Terje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